我是這樣 我一定會陪著小朋友 其實我要真的要 有什麼晚上有什麼工作 我一定會先陪著他睡著 我才起來 因為你要讓他知道 我們是家人一起睡覺的 然後我們一起起床的 但是你有一天 讓他知道家人一起睡覺 但是晚上爸爸偷偷摸摸的出去 我沒有去過去 我是在家 我可能可能看看 看看電視啊 看看新聞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平常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想說先陪他睡這樣 然後起來 也是早上六點的 一起睡 其實這樣的話也OK 那媽媽會叫他起床嗎 媽媽會 媽媽會叫他起來 然後自己又躺平了 就跟爸爸一樣 媽媽有時候會賴一下 對 那媽媽賴想說 反正就讓他賴 那小朋友能起來就好 還有就是你跟他說 那個小朋友那個會拿著那個 那個他喜歡那個玩偶 對 我們家一直有一個 有一個 他叫一個皮皮 就是皮卡丘的一個抱枕 他只要把那個東西 離開他的身 他就一定會醒來 他就一定要跟著他 我就會說 來皮皮要去吃早餐囉 然後他就會跟著皮皮 真的去吃 對 平常也是妳在叫起床 對 也是我 然後因為 爸爸真的沒有用 就是爸爸都會在 都會在旁邊說 爸爸 趕快 對 然後他繼續睡 就是好像都這樣 所有的爸爸好像都這樣 那妳有沒有想說說 沒錯 如果媽媽叫不起床的時候 妳會希望爸爸怎麼協助 就是讓他們賴床 因為基本上 如果我有通告外景的話 我當天他們一定會遲到 然後反正我就讓他們睡到自然醒 就算了 直接打電話去請假好了 對 對啊 沒辦法 沒辦法 那個交給爸爸好像是完全 真的 不靠譜 幼稚園還OK 但如果上了小學之後 常常請假就不OK了吧 對啊 好 那我再注意一下 對不對 幼稚園大班 大班 初班 小班 OK 幼稚園真的還好 對 現在是幼兒 對幼稚園 所以比較沒關係 小學就真的不方便了 對 這兩個的方式OK吧 其實玩具吸引法是比較好的方式 但是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真的 你們應該知道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修正一點點 用玩具這件事情當然 動機比較高 你看前一陣子不是聖誕節嗎 對 小朋友不是前一天然後隔天起來的時候 是自己彈起來聖誕老公有禮物呢 對 所以看起來睡覺這件事情還是 就是要醒來這件事情 跟動機很有相關 對 你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剛才看到很好的事情 你最喜歡的自然科是不是 科學科還是自然科 對 科學科他要上科學科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就是 提醒他今天要做你最喜歡的 或者是 你最喜歡的羅伊 但如果碰到那些無欲無求的孩子 怎麼辦 我一直頭上班 你是要很早就這樣 媽媽 我早就看淡這一些 太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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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找到他有動機 跟喜歡的東西 這個是比較好的方法 只是相對來講是 要花很多的耐心 真的 艾寶也是這一種的 對 我也是玩具吸引法 但是 其實在我們家的花式 我老公是 做早餐的那一個 他比較早起 然後去做 他去做早餐 然後我是負責叫小孩的那個 因為 我老公如果去叫小孩 我小孩會生氣 他會兇小孩 他反而會有起床氣 因為他跟我用的方式不一樣 他是直接開燈 起床了 這樣子 然後小孩就會說 關燈 就會發脾氣 這樣子 但是我的話 我就會說 因為我的聲音比較溫柔一點 然後我就會說寶寶起床了 起床了 然後就是用跟他玩的方式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VCR 他在洞裡 什麼洞裡 他在那個洞裡 那個洞裡 那是爸爸不是在裡面 對 我幫他蓋了一個窩 這樣子 好可愛喔 可以嗎 送你一盞喝啊 這是你的貝貝的啊 一朵花 來 我們很快起床囉 我把你的城堡拆掉囉 不要 晚上在幫你幹嘛 來 起床了 快點放大起床吧 emp 快點放大起床 快點放大起床 快點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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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一直跟我 醒了啦 這樣就醒 那這樣就醒了 我去廁所 畫 那個東西 廁所 快點 趕快起來 來 換褲子 不要再玩了 我去把褲子脫掉 不要再玩了 我們要趕快喔 去拿 回來 回來 快點 快點 自己穿 快點 冷 太冷了 妳把人家褲子脫掉 叫妳自己穿 對 因為我就是 叫她趕快自己穿褲子 就艾寶這個方式 順利叫起床 但是玩到遲到了 對 就是玩到遲到了 對 她就跟你玩很久 對 她就跟我玩很久 然後一直逃跑 一直逃跑這樣子 然後我就要抓她 然後說寶寶起來穿衣服 然後就跑掉這樣子 然後寶寶刷牙 然後摔摔就跑掉 就很困擾 所以妳剛剛 這是媽媽的問題 所以 這應該是媽媽的問題 怎麼說 就是她可以 她可以剛開始跟她玩玩玩 玩一下 妳要堅持的 妳要離開 對 我覺得妳不應該再 停在那邊 妳說好 我們先玩到這邊囉 OK 妳就先離開了 然後她就會在樓上繼續 我說媽媽要去樓下了這樣子 然後就五分鐘上來 她還是在那邊 不知道在省油什麼 因為她有時候也是 比較沒有辦法 像這麼順利的起床 這次是真好 這真的很剛好很順利 她沒有辦法順利的起床 是因為她的睡眠品質很不好 她會磨牙磨牙得很嚴重 而且她會一直不斷的踢背 我每天晚上至少醒來20次幫她蓋背 哇塞 對啊 而且最近天氣這麼冷 然後她又一直踢背 她就一直說她好熱好熱 那怎麼可能熱 會 可是真的會 小朋友的體溫比較高 因為我剛剛看妳給她 穿羽絨背心睡覺 對 會 真的 真的 穿褲子穿羽絨背心 我的媽呀 因為我們家住山上 但是穿羽絨背心睡覺 誰會還蓋了兩被子 很不舒服耶 小朋友的體溫真的很高 對 真的很高 房間裡面只有15度耶 羽絨背心脫掉 她可能就會蓋被子啦 對 她就不會熱 她就覺得冷 沒有 我曾經沒有讓她穿羽絨背心 她還是照踢啊 然後就是一定要滾在被子外面 所以我是怕她冷 所以我再幫她加一件羽絨背心 她還是踢啊 想說她是適合什麼位置 沒有一個冷 媽媽覺得 其實 小朋友晚上就是一件寶長袖 跟一件寶的褲子就好了 其實這樣就真的非常非常夠 那妳說會踢 每個孩子都會踢 甚至很多孩子會夾背背有沒有 對 然後她覺得很舒服 那妳說這樣夾背背 沒有蓋啊 很多媽媽就抓給 就一定要這樣把它翻過來 然後再蓋起來 那種真的超級討厭的 超好一個姿勢的 那真的是在抹滅那個生物體的本能 你知道 真的 她其實真的是自己會保暖 這是真的 對 所以下次給她潑冰水 她就是蓋被子 我剛才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碎碎形形這件事情 的確會讓她很難叫起來 摩牙 因為她根本就沒有睡飽 所以會摩牙的小朋友的話 要注意一下白天的活動